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懂得大怒》是一部制作非常精良的国漫 短短八十集就斩获了120亿的播放量 是现在国漫中非常优秀的作品 在最新剧情中,唐三所在的史莱克学院成功晋级混师大赛晋级赛 史莱克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巴拉克学院 这个学院之前就老是欺负史莱克 现在在比赛中,看到史莱克竟然是瞧不起的 一见面,对弗兰德就是一番冷嘲热讽 但是俗话说得好,不是不报,时候会到 巴拉克学院既然都做到了这一步了 就不能怪人家史莱克学院不给面子了 既然你选择了放嘴狠的话 那你就得挨罪毒的打了 小五上朝一个八段摔 直接把对方的队长打趴下了 就算是史莱克中唯一没有突破四十集的小五 都能一口气打败对方的五名选手 也不知道他们嚣张的资本是什么 在史莱克狂虐完巴拉克后 核武再次找上门,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直接对唐三来了个鼻冻 乍一看他像是要向唐三表白 但实际上,唐三肯定又是什么举动让核武感到不满 这是核武表达不满的方式 让他和唐三两人看上去 有点像吵架的小两口 小五看到这一幕,应该又要吃醋了吧 这核武自从预选赛输给唐三后 就死定唐三 一言不合就挑衅 都说凡是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像核武这种见面就挑衅的行为 简直就是在此掘坟墓呀 进几赛第二次史莱克就要对战之火了 唐三这次可没有手下留情 直接一口气打败六个人 最后核武上场 他简直不敢相信 唐三竟然打败了自己的六名队员 怒火重天的他选择了容环 打算与唐三同归于尽 但是唐三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大致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